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思是说 要想长寿 经常枕三寸九厘米高的枕头 要想睡得舒服 经常枕四寸十二厘米高的枕头 有实验证明 枕六到九厘米高的枕头睡眠时 脑电图最早出现平稳的休息波形 要使大脑顺利进入平稳的睡眠状态 获得的睡眠质量也最高 也就是说 六到九厘米高的枕头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脊柱和颈部是有弧度的 一个舒适的枕头可以使颈椎 肌肉 韧带等处于自然放松状态 达到休息目的 枕头高低 软瘾都需要重视 当躺下时 下巴最低处弱朝天 表示枕头太低 若下巴往下压及枕头太高 下巴应该保持水平 才是舒服且正确的枕头高度 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使用客房内的枕头呢? 提 食养酒店客房里的四个枕头 根据睡姿 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 看完下图和解说 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酒店通常都要放四个枕头 平睡 养姿时 枕头要刚好从整个头部一直垫到脖子 不能垫到肩膀 更不能只垫到后脑一半之处 膝下最好垫直一个小枕头 测睡时高度要加高一倍 两膝间也要加个小枕头 怕睡最好避免 因为颈椎会承受过大压力 起床时则要记得先测姿 手扶着起来 再下床 不要直接仰卧着就坐直起身 无论姿势再怎么正确 固定太久都不宜 久了一定要换一换 睡觉要翻身 坐久要站起来动一动 脊椎才能保养好 枕头软硬式中除了枕头的高度有要求之外 枕头的硬度也是要注意 软硬式中的枕头才是正确的选择 刻意追求支撑力而选择过硬的枕头 容易导致头部与枕头接触面积过少 压力增大 使头部肌肉紧张 严重影响全身肌肉的放松 而为了追求舒服柔软而选择过软的枕头 则难以保持枕头的高度 一言过于松软 导致头部与枕头接触面积太大 造成压迫 影响血液循环导致颈部呈厚身状 颈部过度迁拉 将造成喉部肌肉紧张 容易加重大憨 必须选择能无缝线和头颈部弧度的枕头 这样才能给头部和颈部提供合适脱力 起到放松颈部的效果 舒适的睡眠 除了枕头 床垫也是必不可少的 合适的床垫能使脊椎保持自然的伸展度 与肩 腰 臀完全贴合 不留空隙 教你一个方法 平躺在床垫上 手向颈部 腰部和臀下到大腿之间 这三处明显弯曲的地方往里平伸 看有没有空隙 再向一侧翻个身 用同样的方法试一试 身体曲线凹陷部位和床垫之间有没有间隙 若手能轻易在缝隙中穿插 即表示床太硬 若手掌紧贴缝隙 就证明这个床垫与人在睡眠时 顶 背 腰 臀和腿的自然曲线贴切吻合 最后提示 床垫八年就该换床垫用久了 也得更换 像现在用的较多的弹簧床垫 如果时间久了 弹簧失去弹性 承托力就会受到影响 再接着用下去 不利于维持人体脊柱的正常生理弯曲 一般来说八到十年的床垫簧已进入衰退期 再好的床垫十五年也该退休了 参考资料 一 神经医学社区为什么酒店要放四个枕头 这么多年的叫白睡了 二 健康时报什么样的床垫对腰椎好 来源 骨科大夫综合鞭癌